其實玩樂團最值得驕傲的地方就是在樂團它有一個精神 特別是在台灣這種環境的獨立樂團 我想獨立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 烏龜都可以跑零兔子 地下烏龜就是可以幹掉主流兔 他媽的主流兔 先就不要讓我們地下烏龜也紅了 我們都在等待這個機會 在台灣玩音樂實在是很辛苦 希望 我明明都想好了 主流市場已經打完了音樂型態以及生態 剩下的就只做我們這一群努力奮鬥勇士 在為自己喜歡做的是努力奮鬥 希望上面的音樂人 以及我們新音帶的音樂人 好好地想一想 我們怎樣怎樣才能闖出去變電 我們玩團的人 其實常常會被認為是一群叛逆 然後不愛念書 表情音還有不無聲音樂 就是情樂 但其實創作樂團是有自己的想法 我們用自己喜歡的方式 來表達對這個世界的感受 以及生活的態度 哪怕只能感動到一個人 我想我們還是會繼續堅持 繼續創手下去 即成二十 人們忘記了對音樂的尊重 真正的創作的人沒有飯吃 只想哄 不見現後果的人比比皆是 我們這樣的對待音樂 其實不是一種病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谢谢大家